哈喽,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 我是万一 美好的一天 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贵州 这里距离贵州的尊义还有几十公里 距离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 黄果树瀑布 这里大概还有 200公里左右的距离 今天中午我们就 打算在这里做饭了 环境挺好的 前边有个洗手间 用水也方便 这一块又没有人 小亚标 他要到处去搜寻 桌子拿水 你的桌子好用 这折的桌子确实是挺好用的 这折的桌子确实是挺好用的 一下就伸开了 一下就伸开了 这个脚可以把它调高一点 这个脚可以把它调高一点 要不要调高 调高嘛 嗯 翻过来 你要把哪个黄色的 按这往下里搬 往下搬 我来 这里 阿彪 你懂吗 你还跑到这来 我就盯着你啊 不让你跑远 回来 回来 回来回来 不能吃地上东西 听到没有啊 小家伙啊 盯着 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哈哈哈哈 就喜欢咬地上东西 不能爱护花草 哎 对 我待会儿去给你找一个树枝 啊 这个 来 咬这个就好了 嗯 煮汤嘛 晚舟店 还要做啥子 好吧 fin 有个肉 也是 你这是阿彪的雞训油 阿彪的雞训油 阿彪的雞训油 有个肉 嗯 豫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紅加蝋 您哥你生吗 嗯 好的好的 已经很美味了 哈哈 阿彪发现这里在喷水把他吓坏了 胆小,小喝水啊,阿彪 这会儿妈妈在看 朋友们的评论啊,刚刚他给我练了一段 他说朋友们都说希望看到活力满满的妈妈多出镜 所以你看我,我要给他一个镜头 这会儿爸爸的菜准备的差不多了 休息一下我们就要做饭吃了 肉丸汤 用这个豌豆尖煮这个肉丸汤 味道很好 和一下 慢点 钢子 都要吃了 吃了 想吃了 有点 吃了 很久 你也有点 你也有点 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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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之前 我们把那个水箱的水加满 这里加水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这个加水管是10米的 但是它可以伸缩 这种的话水压在里面以后 它可以伸缩可以自动加长 这种是比较方便的 我把这里打开 没有 马上 好了 开水吗 来的 来的 有水了 差不多要加个十几分钟吧 现在水箱里面 百分之四十多的水 一开了那个水箱好多的 开到去哦 慢的哦 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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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关嘛 反正你还没有流出来 你慢的还要流出来 谁还没流 它标签是慢的也差不多的 哎吧 关了吗 关了 可以的 可以的 哎 留的 留的 可以的 好的 我这台车的水箱配置是一百七十升的水箱 一百七十升的水箱 目前来看的话 按照我们一家三口 现在正常生活用水的话 应该可以用到三天多四天吧 一箱水 良好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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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。一眼Л。 现在把水箱里边的水也加好了 我们决定今天下午还是要继续出发 因为我规划计划明天晚上之前 能够到达贵阳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贵阳有一个温泉酒店 我也想明天晚上带着爸妈去泡个温泉 所以今天我们还得要继续往前再走一段路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